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聊到了一些交通 我们也会想到一些 就是关于饮食还有购物方面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陈欢你有什么一些心得要和大家来讲的 就是这里的食堂基本上是美国菜 但是这个食堂所谓的美国菜 就像中国的食堂的质量感觉差不多 所以并不是很好 我不是很喜欢那里 但是这边的中餐总体来说不错 基本上都是福建广东那边的口味 也有很多香港人在这边开中餐馆 唯一不好的就是他们有时候需要收小费什么的 而且这交通不方便嘛 所以我们要订外卖 订外卖也要给小费啊什么的 就很不方便还要等 所以如果我们这边能自己烹饪的话 应该是很大的一个有利的地方 那购物方面你觉得在美国和在南京有什么不一样的 购物的话其实这边的像这边有叫奥特莱斯那种大型的工厂折扣店 那里是一个就是类似体积非常非常大的地方非常广 而且每个店都独立的 它并没有像像一栋楼一栋百货大楼那样你在里头逛 还是分开来的 然后它因为所占面积比较大 所以你比较空旷 所以相对于来说人也很多 而且因为那地方是工厂折扣店 所以折扣也很多 当中地方买东西其实是最划算的 在生活方面我们已经聊了很多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学习 其实能够两个人一起出来美国留学 应该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那你们俩在学习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 学习方面嘛 主要就是跟着老师要求做 按着老师要求做跟着老师的步骤走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和国内大学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比如上课 对 像国内大学不同的地方 就是可能这边上课要求的会比较宽松 不像国内要求的那么严格 但是它这边会加入很多要求你自己创意 自己去主动去实践的东西 所以这是最大的不同 在国内 那你们俩接下来就是马上就大四了 那之后是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呢还是回国 我会选择留在美国 因为因为这边 我觉得这边至少工作 会比国内要稍微好找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 在准备各项 这样 internship之类的东西 好 那我们既然聊到了学习生活 我想更加宏观一点 去聊一下美国的文化 你们俩过来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对于美国的文化 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 一些让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 这边文化嘛 每个人来这边 都要经历一种文化冲突嘛 culture shock 但是经历了一年之后 大家也都逐渐适应了 主要这边文化不同差异有很多 最主要是 关于一些宗教方面的一些 人类思想方面的 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 对于像饮食行为之类的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小问题 都无所谓的 对我来说 所以 对于思想方面 我们主要是跟 我们一些本地的同学 就是美国本地的同学 去进行交流 去多进行一些 culture之间的交换 然后 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提高 好 让我们谢谢两位嘉宾 接下来呢 这就是本期的 纽约理工学院圆桌论坛 我们讨论了 南京邮电大学的同学 在纽约理工学院的生活情况 也希望之后的国际学生呢 也能够在纽约理工学院 渡过一段难忘的留学生活 感谢收看本期的 纽约理工学院圆桌论坛 我是杨丽林志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